早上的7点10分 我们来看看来自桃园市长的消息 桃园市长郑文畅 29日晚间前晚 龙堂大使出席 以莫客家仗义的文化季 龙堂乡归乡文化节 火花之夜的时日表示 龙堂龙周赛已有103年的历史 今106年 有来自全市各里各社区共2020队舞参赛 还有持盼音乐会 播堂文化照片展 龙堂综艺庙子 和鸡亭巡礼等活动 结合社区的小旅行 游客可以到山坑老街 龙园工的商圈 武德殿 茶香亭逛逛 感受客家小镇的独特魅力 郑市长指出 2017以莫客家战役文化节 龙堂归乡文化节 节是客委会客专十二大节性之一 以莫客家战役文化祭为主题 透过庆典的方式 传扬爱香宝土的以莫精神 此外今年龙堂乡的龙州赛 邀请桃园各大专院校国际学生 主队参与 开赛队伍市府首长队 也来自苏格兰超级联赛 罗斯郡的足球新秀 周定阳夺标 郑市长说 龙堂大使总面经18公顷 其中水域面经约10公顷 龙州在结束后 龙堂大使将要展开 为期两年的变身改造计划 总经费高达3亿 改造工程包括龙堂吊桥拆除 河岸景观改造水值进化等工程 市府一方面保留传统特色 二方面增加水上巨场 河岸主题餐厅 游客服务中心等创新设计 并规划设置大型停车场 让农场大使成为桃园最大的 观光的亮点 郑市长提到2017 桃园十门热气球驾连滑将于 六月在十门的蓝院举办 欢迎大家来体验 Lubike也会在今年进驻龙堂 未来游客可以到龙堂大使骑自行车 感受龙堂小镇的魅力 今日包括市议员专造梁徐玉树 市府客家局长蒋介安 蒋介安 青年局长陈嘉瑞 地税局副局长南东茂 农堂区长邓立军出席 今天农堂乡的活动 记者燕国荣在台北的报导 农堂